婷婷 她是你的女儿 你说什么 婷婷 她是你的女儿 一看我就说嘛 这婷婷怎么会跟你长得这么像 而且你们两个人 在一块儿也没相处多长时间呀 感情就这么深了 我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在猜忌饭店 无疑当中听到蔡小姐 和婷婷爸爸的对话 是婷婷爸爸亲口说的 现在这电视剧的节奏啊 怎么这么快呀 怎么这个女的又出来了 妈 电视剧你就看个乐子 你还当真呀 那当然了 如果你每天啊能早点回来 陪我看看电视剧 聊聊天 那才是真乐子呢 我也想早回来 以后啊 凡事不清理行为就成了 好 我去接个电话 我去接个电话 刚才说不需其为呢 收过邮件 去吧 去吧 走点睡觉 你 嗯 我明白 明白 喂 蔡春妮 我问你一件事 你老实回答我 婷婷是谁的孩子 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问你 你老实回答我 婷婷是谁的孩子 婷婷当然是我哥的孩子 这还用问吗 当然不是 婷婷是我的孩子 黄少姑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春丽 我想婷婷亲口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婷婷本来就是我哥的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在跟我们聊完 以后我们连朋友都没做 我刚刚仔细看过了 婷婷出生的日期 跟我们分开的日子 是可以对上的 够了 别说了 我不想听你说了 你知道吗 从我第一次看到婷婷 我就觉得她有一种 莫名的吸引力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想亲近她 我总想了解她 剧组所有的人都告诉我 她跟我长得很像 可是我都没有在意 但原来她真的是我的孩子 当初我们分开以后 当初我们分开以后 他们说 你到小夏待了一年 其实你不会别的 你是自己一个人 偷偷去把孩子生下来 对吗 你到底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 春宁 你说话 春宁 我告诉你 婷婷就是我哥的孩子 跟你没有关系 你听到了吗 你不想骗我 我不是想骗我 又不是想骗我 你不想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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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来 对不起 能否旋速补充病 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我明白 另外 考虑到这次任务 有一定的危险 我会排阅任务 转转保护 妈 老康呢 他说他收邮件去了 那他不认识 你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菜鸡饭店 嫂子 是我 是陈妮啊 我爸在吗 在 你等一下啊 陈妮啊 找我有事吗 爸 今天店里面都还好吧 今天生意特别好 接了一单同学聚会 开了四桌 到现在一直忙着呢 那婷婷呢 婷婷在干什么 婷婷去英语补习班还没回来啊 找婷婷啊 没事 是我哥陪她去的吗 对啊 差不多啊 该回来了 那店里真没有其他的事是吧 没用啊 怎么呢 我没事 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真的没事啊 我去说问问 快挂了吧 挂了 腱子 跟谁啊 你给我来一下 可是你这么多了 是少许的人 是少许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坐好莱坞回来 春风 对对对 春风影视 春风影视 抱歉啊 你说我这记性 你好 你好 我去给大家弄点吃 那太好了 康总 您随着点电话我们随叫随到 好好好 来 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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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他这边 来 来 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